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做棒吧 可以 可以吧 好 再让它停了 再让它停了 我们俩来一个一碗筋头 一直照到车里边 现在 有九六年我们的经济生活将出现 九六年 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 好 感谢您收看经济半小时观众朋友再见 中文界的同行都知道 他就是新华社占地摄影记者唐时增 长久以来呢 好多女性朋友被这么一个问题困扰着 她们觉得现在的男人呀 越来越女性化 越来越没有男子气 越来越缺乏沧桑感 好多女孩子苦于找不到自己心目中的高苍健 所以呢 我们一直想找一个有资格来谈男人气 谈沧桑感这个问题的男性 来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唐时增 为什么呢 别看她岁数不太大 但是她的经历特别丰富 她毕业于北京大学 曾经在秦岭的深山里抓过野生的大熊猫 曾经在神农架寻找过野人的足迹 曾经在藏北高原科科西里无人地带与野兰共舞 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大火地震水灾 曾经在中东战火纷飞的地带多年以来奔波 而且呢 曾经采访过像阿拉法特 卡扎菲 加利 拉宾 纳尔逊曼德拉 这些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政坛风云人物 而且呢 据说他还曾经独自一个人 不借助武力突破了以色列军的防线 使得以军不得不派直升飞行人 他还在飞机去抓他 呃 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我早就听朋友讲了好多 所以呢 您应该说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男人了吧 不不不 不敢 哪个记者都有好多这些特好玩的经历 另外我弄不懂 那个具体的沧桑是指 指的是经历过 就是经历的多 坎坷磨难多 见识广 感情丰富等等 我 如果要是那个走的地方多 看的东西多 就叫沧桑 嗯 那我也我也不 也不敢说啊 因为那个我觉得这个 就打成石灰去祭祖 管这叫土蛋 当地这种土蛋呢 卖五毛钱一个 我们去了之后 发现这个土蛋呢 竟是恐龙蛋 恐龙蛋 让我跟人民日报的陈小忠 就写了个故事 后来就登到报纸上了 这地儿就被保护起来了 嗯 这个恐龙蛋呢 是一亿三千万年前的 嗯 在这儿想我再往前边还有就是 比如像 呃九零年 我在科科西里探险的时候 过坦果拉山口 有一个山 我们就敲那山上的 那个碎的的石头片 有好多像那个蛤蜊的皮 式的东西 我就拿了一块 我们一起的一个搞考古的沙博士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这是万族的化石 有五亿七千万年 那这这些才能说沧桑 我一小记者啊 而且我就是一照相的 刚才你说我 采访过那么多大人 我只是给他们照过相 有一照相就能靠近他们 呃 有些情 有些场合是比较轻松的 加上我 嗯 胆大妄为 偶尔跟人胡说八道 碰个背 揪人胳膊一下 搂人一下 也得仅此而已 不敢 不敢说是采访 面对那些自然的人 根本就不能说 几乎不敢说沧桑 你把我弄到这儿弄得我急紧张 那战战慌慌 汗出炉江 我都不知 不知道该怎么 我要知道让我这儿弹 那个女青年什么 什么那个沧桑 我就绝对不敢来 因为我女人的心 我总是琢磨不透 何况还什么沧桑 不 我觉得你对自己的 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你把自己去跟上一年的恐龙蛋比 那当然咱们就没法喊喪喪了 不是 不过呢 我知道你在工作中 好多人管你叫赶死对 或者叫玩命 不不不 我就是一照相的 但是你是一个敢玩命的照相的 你选择这么具有冒险色彩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是不是其实也是在要表现自己的暖子气呀 没没没 我没敢想 好多时候更多的是 我为了逃避好多我不善于 我不善于处理的事 比如我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 有的时候我喜怒无常 我反正是 我有好多缺点 有时候为了躲避 我 或逃避 后来我处理不了这件事 我才去秦岭 去可可西里 无人区 去如何 并不是说我 我比别人勇敢 我老觉得我比别人胆儿更小 好多我不善于的事 我宁肯躲着 我绝不去碰他 这 其他 并不是想表现 另外一个人 如果说把脑袋都压上了 那就 谈不上什么表现了 我看那个台湾李敖写那谭思彤的 说一个人如果把生命 没人会用生命去表演什么东西 我知道好多女孩子给您写情书 我曾经听说 经常是大落大落的 他们之所以这样呢 是被您那种奇特的经历所吸引 可能在他们看来 您是保经沧桑的 而在您自己的解释 您那个沧桑的假面背后 反而可能是脆弱 可能是不善于生活 不是我不是沧桑 我苍白 苍白无力 然后是 那您觉得 就咱不说您个人 就是男人保经沧桑 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这不一定 因为那个 如果说 经历坎坷就是沧桑 有的时候我都羡慕那些 不沧桑的 那个 比如那个 我出去就发现 那个炸油条的 那个修墙的 那个盲流 扛着一个大包袱 找不着工作的 他可能自幼失去双亲 然后是 没人去帮助他 所以没有上学的机会 没有工作 那不得不是颠沛流离 历尽沧桑 那叫历尽沧桑 相反有一个人 他生下来 有父母的爱 然后有家庭的爱 又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能够上好的小学 好的中学 好的大学 与其这儿 我宁肯选择不沧桑 你说的女孩啊 女孩欣赏沧桑 或喜欢沧桑 那可能也是一种 伟大母性的体现 母性 可是更多的人说 女人要找那个沧桑感的男人 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找依靠 不 我觉得 最有的表现 我觉得 不是 是强大表现 因为那些 那个沧桑的人啊 总是 身上有创伤 心灵上有 有 有创伤 肉体或精神上 都受过很大打击 所以才沧 千疮百孔 好 然后那些人呢 在社会里边 是由于受到那么 不多 不公正的对待 但还顽强地活着 然后这时候就有伟大的 充满母性的那些女人 品质里边最伟大的品质 母性就出现 说哎呀 这条可怜的破船 进我这个岗吧 好 我觉得是 女人是因为 出于伟大的母性的爱 可能才欣赏这种 千疮百孔的人 她要包容男性 抚慰男性 那大概是 但我还没有这方面的 那么多经验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您觉得 站在一个男性的立场 经历过沧桑的男性的立场 您觉得 这个女人寻得一个 饱经沧桑的男人 是福是祸呀 第一我不沧桑哈 所以我不配说 但是我认为是 一个女人 要是去找这么一个 就刚才我说的 经历坎坷 而又时运不济的 那么一个男人 必须付出特为 特高昂的代价 我刚从神冬架回来 这次回来的第一件事 是开追悼会 她是我的一个 一个朋友 我们一起在神冬架找野人 找一年了 她叫鱼工 看起来急沧桑 当时我 可能怀疑是肺炎 我就发高烧 于是我就 买飞机票返回北京 我跟我的这个同事告别 等我的飞机飞到北京的时候 我的这个老哥 比我大五岁的人 已经车祸死了 就是因为你病了 没坐那趟车 也就是说 这就是沧桑的代价 导金沧桑的代价 沧桑的代价 不仅 不仅留下 她的爸爸妈妈 没人照管 她的夫人没人照管 还留下那么大一儿子 这是她儿子抱着那个 她爸爸的遗像 现在我一看 有那么多在山上 跟她一起干活的照片 三天 就是沧海变桑田了 现在那个野人考察队 号召替她募捐 但募捐 募了多少钱 也没办法让她妻子 她儿子 能够再回到原来那个 温暖的 沧桑的 男人为了沧桑付出的 可能是生命 女人要付出巨大的情感 这可能是好多浪漫 充满浪漫显像的女孩子 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 我看过海明威写的一段话 就说 战争中男人丧失的是肢体和生命 女人丧失的是灵魂和心 那就您个人来说 比方说如果您谈恋爱的话 您会愿意去寻找一个 就是对浪漫生活 对生活充满了浪漫想象的女孩子 所以我 我不知道 我好多年前爱上的是科学家 而且是特优秀的一科学家 现在可能她还是 她以后也必定是一特优秀的科学家 我还是崇拜那种有自己事业特科学的人 因为我就够不正常的了 够不理性的了 我不想找一个比我还不理性的人 不知道我们这次谈话节目 是不是能让广大男士 减轻一点你们沉重的心理负担 可能唐时增 不是特别善于用语言来说话 他更喜欢用镜头来表达 镜头也表现不好 关键是这种问题 让我一个多年流浪汉 说这种 谈这么高深的话题 让我一下就傻貌 只有出汗的能力 不过 我还是非常高兴 给广大的女观众 引荐这个精力丰富的 很精彩的一位男士 我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知道 我就是一个在脑门上滑船 我是装一剃的家伙 以后就不再去 做小女孩的天真的梦 想什么沧桑不沧桑 最沧桑的是自己的父母 自己边上的朋友 自己边上的一些 最普通的人 好 那我们以后 就不叫你唐老鸭了 而叫你一剃了 叫什么都行 反正 耽误时间 谢谢 不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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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